今天的演唱會 大家是不是會比昨天的 還要再更大聲呢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大家還算是偏有點冷靜的 所以你那個圍巾 就是大家的熱情測量金就對了 如果等一下那個 大家夠熱情的話 圍巾就扯掉 如果更熱情的話呢 外套脫掉 如果還要在更熱情的時候呢 我就向大家說聲謝謝 原來是這樣 對啊 接下來呢 請各位黃宗的朋友們 幫我們尋找一下 我們的主唱阿信 我回來了 我剛剛去問他們 我可不可以脫外套 所以你脫了外套了嗎 他們說我最多只可以脫到這樣 因為他說如果再脫下去的話 下次下場演唱會沒有人要來 因為我們阿信脫外套的事情 是非同小可 所以他要下去申請一下 你要知道嘛 就是五月天呢 其實一直以來都不是走那種 偶像路線 除了瑪莎以外 有創意耶 很有創意 有創意 對 但很有創意不見得會唱的事 是不是坐在你朋友的肩膀上了 你朋友還好嗎 老公 老公啊 那就OK啦 老公想聽什麼歌 沒有 他有背面 老公沒有氣了 那個老公他完全沒有反應 頭低低的 老公你還好嗎 老公你堅住吧 你加油 你先下來好了 純真我們看到了 你先下來好了 趕快把它唱完了 其實這邊有好多人的那個 那個都滿會 滿吸引的 滿吸引的 聽說最帥的人會點我 對 我就一直被吸過去 不知道為什麼 剛剛那個男友有沒有 對 你的男友呢 你男友呢 你不會說你的男友是怪獸吧 不行 這是我的 他有在說 我的團員 我的團員 今天是不是農曆五月初五 是的 五月天難道不應該吃粽子嗎 我們來玩一個小遊戲 贏的呢 吃粽子 輸的呢 吃葉子 沒有啦 輸的呢 我們就把它包成粽子 好 你唱一首歌的時間 是 瑪莎吃粽子 好 你唱完了 瑪莎還沒吃完 我們就把它推下去 讓大家當真正 這樣贏了有什麼好處 沒有 我現在覺得 好像輸了比較好 輸了比較好 我們四個一起吃 然後關獸 沒有 你吃 你也最贏啊 你才贏 你才贏 而且你怎麼來到武漢以後 手上的東西變得很多 因為這邊好吃的東西多嘛 是 來 一人一碗 下次贏了 當然現在要最消暑的話 當然是吃一碗熱乾麵 我從來沒有想過熱乾麵這種東西 是消暑的 不是啊 吃了心情好嘛 心情好就怎麼樣 就熱了 覺得開心嘛 對不對 好 那個 我還沒有說一聲令下 瑪莎怎麼就開始吃了 我不管菜營或菜書 我都要吃啊 我就先吃再說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信 我今天不是主唱 今天是服務員 我是你們的外送小哥 大家說那個五月天 你們那個熱乾麵吃了 粽子吃了 是 但是呢 你們少吃了一樣東西 就等於沒來過武漢了 喔 是什麼 看看這個人稱武漢披薩的三鮮豆皮 好一樣 這個大家看起來是很認同的 這個好吃嗎 你們想要誰吃 剪刀石頭布好不好 好 最贏的負責吃 好 剪刀石頭布 好 謝謝啦 謝謝啦 謝謝 不好意思喔 你要我餵你嗎 大家今天呢 回家 然後媽媽問你說 你今天去做什麼了 我說去看五月天演唱會 五月天演唱會在幹嘛 吃波 他們在吃豆皮 全場吃波 走過一生一回匆匆的人間 有一天就是今天 今天就是有一天 雙手一直沒說對你的感謝 和你再乾一杯 再乾一杯永遠 怎麽還 Evan 和你んで吧 四色一首可念念 時間都ких了 時間都 ouvert 時間都睁了 時間都溫ourt 時間都沒ouvert 時間都沒ouvert 時間都遠 Bonus 時間都留習我 時間都 compens 時間都溫ourt 時間都細 constell 時間都停了 他們都會來了 懷念的人啊 等你的來到